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那里 神聚集了他们 全天的领域 Babel 巴别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有混淆的意思 在创世纪时期 人类只有一种语言 不过当时他们想宣扬自己 就想建一座很大的城和一座塔 塔顶要通天地说 上帝看到他们这样做 就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更改变了他们的口音 结果人类就做不到这件事了 不过这件巴别塔的事件 就令到Babel 这个字有一个新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一片混乱的意思 又或者是半途而非的计划 如果你想形容一个地方很吵 那里简直是一片混乱 你可以说这句 我们重温多次吧 画家布鲁格尔 他在1563年画了一幅名画《巴别塔》 画里面的塔左边宏伟壮丽 但是右边已经破烂 塔顶部已经差不多完工 但是根基根本上还未做好 画家以讽刺的手法 去勾画出人类司徒独立自主 和上帝的恩典隔离的后果 这个时候我们学习另外一个言语 Genesis, Chapter 25, Verse 33 But Jacob said, Swear to me first So he swore an oath to him Selling his birthright to Jacob Then Jacob gave Esau bread and pottage of lentils And he ate and drank and rose and went his way Thus Esau despised his birthright Birthright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意思 在创世纪时期,长子可以承受爸爸 雙倍产业 还可以在将来成为一家之主 以及得到上帝以来的最大福气 以素有个弟弟叫做雅各 他一直都很想可以得到 哥哥这份与生俱来的权利 有一天,以素出去打猎 回来觉得很饿 雅各就提议用红豆汤 来换取哥哥这份长子的名分 最后,以素答应了雅各 把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卖给雅各 如果你想说香港人拥有言论自由 这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你可以这样说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birthright of every citizen in Hong Kong 我们再读一次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birthright of every citizen in Hong Kong 在圣经里面,以素因为兴看自己 作为长子的这个名分 只是顾着眼前的利益 结果失去更大的福气 而今时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 都有多一个身份 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世俗的引诱 而放弃这个身份 令上帝失望 一起记住以下的这句金句 提醒自己要坚守信仰 Hebrew Chapter 3 Verse 14 We have come to share in Christ If we hold firmly till the end the confidence we had at first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女有份了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今集我们学的第一个言语是 Babel 巴别塔 如果你想形容一个地方好吵 简直是一片混乱 你可以说这句 Everyone is talking but nobody is listening It is like a tower of Babel 而第二个学的言语就是 Birthright 意思就是 与生俱来的权利 如果你想讲香港人 有与生俱来的权利 就是言论自由 你可以这样说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birthright of every citizen in Hong Kong 如果你在圣经都找到 一些言语想和我们分享 欢迎你email给我们 ctv at media dot org dot hk 又或者你想在食英当中 学到更多英文词会的话 欢迎你登入这个网站 就是圣经英语文学促进会的网站 拜拜